嗨,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紹如何讀取NAD M50.2數位播放機硬碟裡面的檔案 首先我們先介紹一下50.2它是一台純數位的播放器 所以如果你使用M50.2,其實你還需要一台數位類比的解碼器 再加上擴大機才能夠享受好音樂 那50.2它本身的功能就是說它可以把CD的數位檔案轉成電子檔 然後存放在它的硬碟裡面 那可能很多人就想說那我既然存了之後我可不可以利用電腦把它讀出來做複製 或者是說我再把我自己的電子檔案丟進去呢,那是可以的 那首先呢我們就必須先打開這個NAD的Blue OS這個APP 那我現在是在Windows的筆電上面 那我們右下角會先確認一下設備,目前是50.2 那接著呢我們進入到所謂的Help選單 那進入到Help選單之後呢,底下會有一個診斷 就是倒數第二個選項 我們點進去,我們要先獲得它在網路上的這個IP地址 那會獲得一個數字叫做192.168.1.64 那記住這個位置之後呢,我們到底下Windows這邊打直行 打直行 然後呢接著呢,可以看到這邊其實我們已經打好了符號 就是說我們必須要打斜線斜線,然後把我們剛剛記錄的數字呢把它打進去 那要注意一點就是說如果你打的斜線方向是不一樣的 那它會無法讀取,就是會找不到 所以我們這樣子就是斜線斜線,然後把數字打進去之後 結果結尾再加一個斜線,這樣就按,我們接著按確定 那這時候就會看到一個資料夾,叫分享的資料夾 那我們再點進去,這個就是50.2裡面的檔案 那我們點選這個Music 好像我已經有丟了兩個檔案進去了 所以像我們這邊BluOS的介面 我們點它的這個Library 可以看到底下就是有兩張專輯在裡面 那如果想要把它再丟音樂進去呢 就是從外面複製進去 我是把裡面的歌複製出來都可以這樣子 好,那如果是Mac的話其實它也是差不多這樣的操作邏輯 就是首先您必須知道就是50.2它的IP位置 那第二個到類似像執行他們可能叫Finder的地方去輸入這些數字 那接著就會找到這個資料夾 那就可以進去點選我們的檔案 那假如您想要建立一個,就是不想要每次都去查的話 像我可以在本機這邊建立一個捷徑 那我們這邊點選右鍵 新增一個網路位置 那像我們這邊呢,就點選一直點下一步 這邊會將你輸入網路位置 然後我們剛剛進入資料夾的時候呢 這邊呢,有一個上面有一個類似像網址的地方 我們左鍵點一下 這個呢,有點像它的位置的標示 我們就點選複製 然後到我們剛剛的視窗這邊 然後把它貼上 然後再進行下一步 再進行下一步 完成 好,那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 就是電腦這邊就有多一個資料夾一點進去 它就會跑到你的 就是50.2裡面,直接看它的有什麼音樂這樣子 好,那以上就是50.2 我們怎麼去讀取它裡面的檔案的一個介紹 那如果還有其他疑問呢 都可以直接私訊我們贏家影響的官方臉書粉絲團喔 謝謝大家